補財庫補財庫 沒有財庫如何補財庫 通常最好的方法 就是在家裡面擺一個聚寶盆 打造聚寶盆 其實等於就是打造自己的財庫 聚寶盆很大的重點就是 它必須要依照每一個人的出生時稱 然後依照每一個人的需要去開光 這些東西真的要跟大家講 絕對不是你朋友送你 你隨便擺它就會有用了 一定要放在對的地方 傳統上面來講 我們都會覺得說 自己的財庫上面要能夠守得住 補財庫補財庫 沒有財庫如何補財庫 就你那個根本沒有 你怎麼去補它 所以要有財庫的人才有辦法補財庫 或者你會希望說你的財庫 雖然你有 可是你希望它有更大的力量的時候 通常最好的方法 就是在家裡面擺一個聚寶盆 今年我們終於在大家的希望之下 推出了聚寶盆 我們做的一定要讓大家覺得有感覺的 所以說我們這個聚寶盆也不同於以往 今天我就來跟大家介紹一下 大家買回去的這個聚寶盆 可以幫助我們做哪些事情 以及它會有什麼樣的特色在裡面 這是跟一般你們所知道的聚寶盆 所不一樣的 首先我們在買聚寶盆的時候 它的肚子的中圍這個地方 跟它的開口 它只能做二分之一 就是開口要小 肚子要大 這樣才能夠聚寶 在風格上來講 東西進來才不會出去 打造聚寶盆 其實等於就是打造自己的財庫 可是這個聚寶盆 它必須要依照你的聚寶去開光 才能夠跟你的氣場能量去做連接 我們才能夠把你本來天生的財庫 轉化在那個實體的東西上面 然後透過實體的東西去影響它 只不過現在因為很多都少了 開光的這一段 或者說它跟你說它開過光 它有加持 可是它可能就是在神明面前放一下這樣而已 但這樣是沒有用的 一定要跟自己的神成連接 所以第一個呢 這個聚寶盆呢 我們是完全為你的神成量身大造的 才會能夠實際的幫助你 第二個呢 我們特別啊 喝了這個 好運都來 那福招財 為什麼叫做那福招財呢 聚寶聚寶 寶不見的是錢 寶也有可能是你的貴人 也有可能是你的福分 所以呢 就風水上面來講啊 聚寶的這樣的概念呢 不是只有把錢拿過來而已 有的時候 你所需要的是運氣 你所需要的是貴人 它都會包含在寶這個字裡面 所以呢 我們呢 會特別有提到說啊 它是招財跟納福 我們特別蓋了啊 這個也是用那個手工雕刻的 特別蓋了 我們陳新唐啊 印章 代表了說 我們自己供奉陳新唐的神明 可以給予這個聚寶盆的加持跟祝福 很特別的是啊 一般聚寶盆呢 它都是上面開口 但是呢 我們這次呢 特別在上面呢 還加了一個蓋子 還加了一個蓋子 可以把它蓋起來 那這為什麼要這樣做呢 第一 絕大多數的坊間在賣聚寶盆呢 都只有納 先不管它有沒有開光 沒有開光沒有用 這是家裡的百事品而已 那即便它只有開光 它也都只有收納的功能 收進來的功能 但是呢 它沒有長的功能 加上一個蓋子呢 它是有長的概念 就表示說呢 你的東西就不要再外流了 有一些比較高級的聚寶盆 或者是在十幾年前很流行 用塊木去做的聚寶盆 你會發現說它都會有這個蓋子 其實呢就是因為 聚寶盆它本來就蓋有那個蓋子 它才會有長的功能 我們就可以啊 不用擔心說 我只有納財進來 然後保護得很好 我原本的財庫也不會再丟出去 因為平常我們放在家裡面 我們會希望它納財 什麼時候希望說 我的原本財庫不會丟出去呢 我不在家的時候 我們剛剛講嘛 這個聚寶盆是連結著你的磁場的 所以當你出了遠門 出差出國 在家很久的時候 對它來講 它是不是主人就不在家了 所以我們要有一個保護機制把它蓋起來 那蓋的時候呢 可以告訴它說 那個 我要出遠門了 所以希望你好好那個幫我 保護我的財庫 我不要那個亂花掉 透過開光跟 這個神明的加持呢 基本上呢 它等於就是有一個財神在家裡面 保護你這個財庫 所以你可以跟大家講 你所需要啊 跟祈願啊 譬如說本月 那我希望說我的業績可以好一點 我其實也可以把我的願望寫好了 壓在盆的下面 或者放在盆的裡面 增加你這個納財的能力 最後最後最後 一定要跟大家說的啊 是啊 我們呢在這一次呢 特別附上啊 這條 五色圈雲聲 賺錢啊 很需要運氣 那運氣呢 需要被收納跟拳起來 需要有很多人來幫助你 這條繩子呢 也是我們呢 特別加持開光過的 有來跟我們聯繫的就知道說 神經堂呢 有一個很厲害的神明 叫桃花鮮亮 它是非常非常古老的一個神明 基本上是 所有花人啊 對於桃花的這個意念的開示 都是由這個神明來主導的 桃花其實不是只有異性源 它其實代表人緣 而有人緣 你就會有財運 這條繩子呢 是我們特別請了 桃花鮮亮加持的 可以幫你帶來好的人緣跟財運 上面呢 綁了那個五色獅 不管你是金木水頭的兔 哪一種型的人格 都可以來保護你 也代表了啊 能夠給你的 會有財運 會有人緣 會有運勢 會有智慧 會有福氣 都幫你要放在這條繩子上面 平常呢 我們就是過來在上面的 所以呢 剛剛說啦 如果你要出遠門的時候 你可以把這蓋起來 把自己的財庫藏好 然後呢 繩子呢 我們可以帶出去 會保護你平安 可以幫你帶來人緣 那如果說你有什麼重要客戶要談的時候呢 也可以把這個繩子帶出去 你的氣場做更好的連結 希望大家買回去都賺大錢 哈囉 大家好 我是嘉瑜 今天呢 要來跟大家介紹 招財納福聚寶盆的使用方式哦 那我們的這個聚寶盆裡面呢 除了我們聚寶盆本體之外 還會有五色石 五色線 紅線 還有五地錢 還有五個一塊錢的銅板 這些呢 都會先經過開光 你回去呢 只要打開 把它放在我們的聚寶盆的盆底 把它鋪平 就可以了哦 那接著呢 我們這個聚寶盆上面呢 還會有一道符 那這個符呢 我會開好之後呢 也附在裡面 那你們回去之後呢 只要把它折起來 貼在我們的盆的背面 就是我們這個 呈心堂的這個印章的下面 把它貼在這個下面就可以了 貼好之後呢 不要再去撕毀它 不要讓它有任何的污損 符呢 只要有污損 基本上呢 它就沒有效力了 就不可以再使用了哦 我們還會附一個最重要的呢 就是這個布局書 裡面呢 會有大根老師親自幫你挑選的方位 那你只要按照這個方位 放在這個位置上面就可以 那這個方位呢 會給你兩個方位 一個呢 是最佳的方位 就是最好的 一個就是 當你這個方位不能夠使用的時候 我們還有一個次佳的方位 在我們布局書上面呢 會有一個用12公的方位的對照表 先知道說哦 它在12公的什麼樣的一個位置上面之後呢 接著呢 我們就拿出我們的APP的這個羅盤 或者是指南針指北針也可以 在你的這個空間的正中心點呢 找出這個方位 我們呢 也會幫你在這個布局書上面呢 挑選你要擺放的這個時間哦 你就按照我們給你的這個時間 時程呢 擺放上去 我們擺放的位置找到之後啊 那個位置一定要清理的乾乾淨淨的 當我們打掃好方位之後呢 我們在這個方位上面呢 打上一盞燈 用這個燈光的能量呢 來吹望我們的財位 把我們的聚寶盤擺在那個方位上面 財運都來 那不聚財 這個是正面 正面朝前 接著呢 我們呢 在這個位置上面呢 幫它點香 這個香呢 可以幫助我們的能量更加的聚集 如果你選定的那個位置 剛剛好是在廁所 或者是在廚房的話怎麼辦 沒有關係 我們就稍微偏一點的地方 也可以 把我們的聚寶盆擺在那上面 弄一個空間給它 一定要乾淨哦 那如果說啊 你找的方位剛剛好是 人來人往家裡面 可能會有人常常走動的這個地方的話 記得 把它做一個區隔出來 告訴大家 這個是放聚寶盆的寶位哦 不可以去碰撞到它 那如果你還是真的找不到方位怎麼辦 像有些人呢 他是在外面租屋的 那這個空間有限 可能很多地方選定的這個 他真的都不能放 那沒有關係 我們還有一個地方 就是在你的房間呢 最角落的地方 把它打掃乾淨 把聚寶盆擺在那邊也是可以的哦 以上這幾個方位呢 可以提供給朋友來做一個參考 再來呢 我們聚寶盆擺在這個位置之後 可能呢 平常會有些灰塵 那我們就要拿小刷子 把這個灰塵呢 把它刷乾淨 把它擦乾淨 我們平常回去的時候啊 要把我們的錢呢 丟到這個聚寶盆裡面 把你身上的零錢同伴丟到聚寶盆裡面 那我們讓錢呢 在我們這個寶盆裡面 它有一個運轉 它有一個轉動 它才會再幫我們吸更多的錢進來 放了大概九分滿之後 我們呢就可以把這個錢給拿出來 那這個錢拿出來 你可以做什麼呢 可以去捐贈 捐給需要的單位 去幫自己種福田 那你也可以把這些錢呢 拿來呢 請這個客戶吃飯啊 親朋好友吃飯啊 跟大家結善緣 以及呢 你可以把這個錢呢 存在你的戶頭 你的身材的戶頭裡面也可以 或者是說呢 你去買你的身材用具 也是非常棒的哦 這個錢呢 拿出來大概剩下這個 一分滿這個錢在裡面 就可以了 再繼續錢滾錢 帶來好的這樣的裁員 幫我們守住裁庫 我們這個盆上面呢 還會附這個五色圈韵繩 我們也會先幫你做開光 開始來產生能量 只要把這個我們開光好的五色圈韵繩呢 擺放在我們的盆口上面就可以了 出遠門的時候啊 我們可以把我們 附給你的這個開光過後的這個蓋子呢 把它蓋起來 讓它守住我們的錢財 不要流出去 那這個繩子呢 你可以帶出門 當你有什麼事的時候 你可以去祈求他來去幫助你 或者是說呢 你今天呢 有一個重要的會議 哦 我今天呢 要跟客戶談判非常的重要哦 這個時候 我們也可以把我們的這個 五色圈韵繩呢 戴在身上 祈求他來幫你做什麼樣的一個事情 希望呢 寶盆帶回去的朋友呢 大家都能心運滿滿 心想事成 好運隆中來